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诈骗方法也跟着以时并进哦 嘿 天心 我送你一个包裹 你的包裹被扣押了 Mr.OK 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辛龙 今天又来到了OK新闻 我们上一集讨论到了网络诈骗 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如何防范让自己不会成为诈骗案的下一个受害者 要防范诈骗案 首先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意识 当您收到任何陌生人 电话 邮寄 email letter 信件等等 就是陌生的 你们都要特别小心 可是我讲过了热心悦意嘛 而这诈骗手法也是不断在提升 现在有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先跟你熟络了 先假扮某某人跟你做网络的朋友等等 跟你做了朋友之后才开始他们诈骗的步骤 所以没有真正的认识之前 也不要太过相信 要以轻心的处理这类事件只会让你的口袋出血 所以要记住哦 再来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 no freelance in this world 如果跟你讲有什么免费的东西 你中奖等等 这些也是他们的一个手法 很多时候他会跟你讲 恭喜你中奖了 我会跟他讲恭喜你 你把我中奖的钱分出去吧 分出去吧 这时候你要记住 因为什么 no freelance 没有免费的 相信这句话绝对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所以当你收到这类事件的电话 要立刻拒绝 千万不要给任何个人的资料 银行户口 银行号码 等等关于钱财方面 你要小心 你不小心 你就后悔 难过的时候只能怪自己 观众朋友们 您有没有什么防范这些骗子的方法 想法 意见 都可以发表到我们的OK 新闻 等着您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